英文长句的正确念法 有关于发音还有字 这个英文句子 还有字的一些来动训练 我会讲得稍微细 像第一句我们的段句 就是红色的念在一起 绿色念在一起 The school operates an open-door policy That allows students to see the principal at all times School学校 很多人念成school 如果同一个一起 K在S后面就不念 念个 就不是念school 不是school 是school B P念在S后面就不是p 就p T在S后面就不是t 是the 叫study 学生嘛 STUD ENT 就不是student 而是study 这是学校嘛 可是school 另外也可以当一群 什么叫一群 一群比较大的 大的鱼 像金鱼 鲨鱼 海豚 比较大的 一群一群的 叫school 也可以当学派 什么学派 这学校呢 operate就是运作 运作的意思 那当然要怎么翻译 要看下文 open-door policy 就是打开门的政策 就是学校执行了一个打开门的政策 这看不懂 看到这边看不懂 然后that是重塑连接词后面 跟子俱 意思就是 这个政策 这边是 这边是关系在名词 就是 也许前面如果是名词 大部分是关系在名词 代表前面 如果前面不是名词的话 就百分之百是重塑连接词 但是不管是重塑连接词或关系在名词 也可以说没差 为什么没差呢 后面都是跟子俱 只是跟前面有差 跟后面看起来都没差 都是子俱 就这样的政策 允许准许学生 去看这个principle principle不认识又完蛋了 这个校长 at all time 的任何时间 什么意思啊 就校长啊 门户开放政策 校长啊 办公室啊 比较关起来 跟秘书啊 约时间啊 不能直接见 可是学校 就采取了一种 打开门的政策 也就是说你要见校长啊 门打开了 他也不关 你随时啊 除非他有客人啊 在忙啊 不外话你跟秘书打一声招呼 秘书说可以 可以见他 就是门打开 我随时可以见你啊 不是高高在上 就采取比较开明的措施的意思啊 The school operates an open-door policy that allows students to see the principal at all times principle本来就是 泰式形容是主要的 重要的 主要的 也可以当名词啊 重要的人 主要的人 一般是当校长啊 约定俗程啊 当校长 用的比较多 那你说高阶主管 当然也可以用principle嘛 当然可以 只是一般用校长多一点 像第二句啊 she didn't know how to make an overseas call so she asked an operator to help her 她不知道怎么样 make 就是做一些事情 到底要怎么翻译看下文 就是 overseas海外的电话 就国际电话 她不知道怎么样打国际电话啊 所以make有时候可以打电话啊 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啊 制作什么东西很多意思啊 所以我们这个要敞开心啊 把意思啊弄火一点啊 不要说一定哪一个字有什么意思啊 她不知道怎么打什么地方 所以 所以就所以 那这个是连接词后面跟子具啊 就所以她就问了 询问operator operator operator本来是操作者啊 操作机器啊 但是一般常常都做啊 接线生啊 她就问接线生啊 要寻求 要帮助她啊 接线生就告诉她 哎呀你要先前面先播个 零啊 什么东西 要看国马嘛 要国马还要查 ask 也可以是询问 也可以是邀请 也可以是拜托很多意思啊 不一定是询问的意思啊 这边也可以说拜托嘛 要拜托 接线生帮助她啊 ask 就是开口 开口 请教人家 就问问题嘛 开口 拜托人家帮妈妈 开口 邀请人家什么啊 这些范围 she didn't know how to make an overseas call so she asked can operator to help her 那这边呢 no是动词嘛 ask也是动词啊 可是no是主句的动词 ask是指句动词 当然以主句为主嘛 ask 这个指句是可以省略的啊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呢 就是补充座命嘛 意思比较完整 那这个make也是动词 have是动词 跟前面一家to叫 to是不定词 这个叫准动词 而这不是真的动词 叫准动词 或者叫不定词的动词啊 或者叫分词啊 就不是真的动词 the operator isn't dead of course people still enjoy work but they're hard to hear struts and so on 像operator 这个当比较冷屁的啊 所以英文有时候认识单子 少一点吃亏嘛 就歌剧 歌剧嘛 有时候讲话 有时候唱的 歌剧的唱功要很好 并没有死掉 歌剧不是人嘛 怎么死掉 歌剧并没有没落 并不是就真的看不到 of course 当然 歌剧还有嘛 也许没有像以前那么兴盛 人们呢 仍然会去欣赏 而且work 可以是工作 一些作品 人们呢 仍然会去欣赏歌剧 by 就是 藉由什么方式 或者由谁做呢 就是 这些歌剧的创作者是由 Lehar 这一个人 他做的有名嘛 他会做歌剧普曲嘛 简词 Yohan 因为我们一般讲 John 是美国的讲法 约翰嘛 但是欧洲人是念Yohan 所以当初清朝末年的时候 他外国人 这个 问他这种名字 他叫Yohan 所以就把它扮成约翰 后来美国人兴起 美国人说John 而且发音不一样 同样都J.O.G.M 跟发音不一样 但是已经 今朝末年时间 跟欧洲人接触在前面 跟美国人接触在后面 所以就习惯了 翻成约翰 不然应该翻成穷嘛 强嘛 所以人们仍欣赏 Lehar Rohan Strauss 这两个人 以及等等 的作品 所以还是有人去看歌剧 只是少一点 因为现在流行音乐多了 The operator isn't dead of course 不是真的死 就是并不是真的没有 People still enjoy works by the heart your hands drows and so on 那People 叫集合名词 它是人群嘛 复数嘛 可是它没有意思 单数的形式 但是动词叫r 就是看起来像单数 实际是复数 叫集合名词 那有时候为什么要叫你 我也不知道 外国人千百年 几百年就习惯这样的用 所以一般名词 分可数不可数 可是可数 你没有分三种 一般嘛 单数 就没有加S 附数加S嘛 第二种 就集合名词 像这种 它是附数不加S 第三种相反 就是附数名词 也是附数 就是你说一双鞋子 有E嘛 又有双嘛 那到底哪一个 这种就习惯家 还是 有眼镜嘛 眼镜应该一副眼镜嘛 可是它两个镜片嘛 你说一条裤子 应该是E嘛 可是它用附数 因为两个裤管嘛 Less profitable business operations would have difficulty in funding financial support Less就是比较少 Profitable就赚钱了嘛 Profit的名词 获利赚钱 比较不赚钱的企业 企业的操作 这边 这名词嘛 这边要一起念 因为没办法拆开 比较不赚钱的企业操作 这就没办法再分了 这是会有 将会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困难 你说问题 你说困难 这个词就是有困难嘛 在哪里呢 在什么方面 用念 再去寻找 上面可以去找人 也可以找钱 找物品 反正很多 Final甚至可以当法院的判决 所以一次多余都很麻烦 这件事 去找寻吧 找寻金融的秩序 Financial 我们一般讲金融嘛 这钱嘛 Financial本来意思是钱嘛 钱就是金融 金融就是钱嘛 就是金融的支持 就是借钱嘛 找不到钱嘛 找不到资金 因为你去跟银行借嘛 贷款嘛 银行说 你没赚钱啊 不好贷 你去股票上市嘛 那你老是亏损 大家不买股票嘛 把它抵啊 你去向经济朋友融资 你都不赚钱啦 钱就你还不了 所以 不赚钱的公司啊 在筹钱啊 去找资金啊 找钱上面 会有很大的问题 Less profitable business operations would have difficulty in finding financial support 但financial是跟钱有关的 一般是翻译金融嘛 Difigate 是名词 形容词是Difigate 所以我们细端字啊 一个字的名词 使用词动词 如果有的话 就一起记啊 这样比较系统 如果have 单独的就是有嘛 或吃 通常两个有些 有没有吃东西 这两个 如果后面有动词 它就变成度动词 sever people had experienced the same feeling of oppression when they slept in the room 这是有一些人嘛 你看people 永远不加爱死 就是有一个经验嘛 这边experience 可以当名词 可以当动词 就ED就变动词嘛 就经验过 如果名词就有什么经验 动词就经历过 经验过 这have就不再是动词就是住动词了 帮助动词嘛 这叫住动词嘛 就是有一些人经历过 就是同样的感觉 什么感觉 up就代表什么样的东西 它属于什么东西 这种感觉就是压迫感 cretion就是压制压迫嘛 你觉得不太自由嘛 这个不太舒服嘛 有什么压迫感 当他们睡在那个房间里面 就是啊 有些人呢 他们睡在那个房间 不是每一个房间 他还是那个 那个房间 其他房间不一定 经历过相同的 类似的压迫感 搞不好房间太小啊 摆设不太对啊 有个闹鬼啊 不一定啊 sible people have experienced the same feeling of oppression when they slept in the room slip是或许是 原型动词是slep 用的是房间嘛 加个wide room 就不是房间的 而是很宽敞的 这种很习惯啊 那房间可能很小 可加歪就表示空间很大 the optometrist examined her eyes to did the defects and affected her with eyeglasses to correct the defects 这可能有点难 不光是autometry就不认识了 可是讲中文就很清楚 验光师 去配眼镜啦 当然最好是找医生嘛 可是验光也不会有困难嘛 有时候去看医生 挂号也挺麻烦的 就是到眼镜行嘛 他有验光师啊 照理说应该要执照 他就用仪器嘛 让你去看这个墙壁上的那个 这个字母叫你去认 验光师啊 检查 examen是检查 所以考试啊 也是检查嘛 也是检查嘛 检查你考了 你的能力够不够嘛 你输点 你也考不好 所以本来检查 后来一个变成考试啊 这边检查 检查他的呢 另一个就是视力 视觉的 就是眼睛看得到的 你看到缺点啊 弱点啊 缺点啊 不足的地方啊 就是看啊 就检查 眼睛有没有缺点 什么缺点啊 就近视嘛 老花嘛 闪光嘛 这三个比较多嘛 年轻人就近视嘛 大概四五十岁以上 就是老花嘛 那闪光又不一定 有人说我也看得到 我也没有近视 也没眼视啊 就老花 但是我看得花花的 没有闪光嘛 就聚焦有问题嘛 就是检查眼睛的缺点 看有没有近视 或老花或闪光 而且这个 这个叫安装啊 这个本来就适合 让他去适合什么 这边就配眼镜嘛 安装嘛 搭配嘛 配眼镜 配一副眼镜 眼镜 那glass 本来是玻璃嘛 那甲乙也是两片玻璃嘛 金家那些镜框不算 眼镜主要是两片玻璃嘛 所以甲乙也是 然后去矫正 可谓就是错了变对的 就矫正他的缺点 就是反正眼球啊 可能焦距啊 太远太近啊 或者有什么异常病变啊 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没办法 你说去眼镜行 厌光师帮你 近视眼视啊 闪光他都可以测出来度数 帮你搭配眼镜 可是你说白内障啊 清光眼啊 要失明他就没办法叫你看医生 这个不好 厌光师 因为有各种的缺点啊 各种的不足 各种的情况啊 近视远视 这老花啊 这个 散光啊 这些啊 所以他加S and fitted her with eyeglasses to correct the effects New employees make goods you a period of orientation before they can be expected you understand their job 最关键是orientation 就是一些新的啊 受雇者啊 新上班的人 就是拿薪水啊 去员工啊 employee 老板啊 雇佣者嘛 发薪水的employee 而且EE或ER 这菜鸟啊 经济员工的菜鸟身手 要经历过 可以经历过 period一段时间啊 period就是一段时间 一个句点啊 像英文句点是这样的 也可以是女子的月经啊 女人月经啊 哪段时间 那这边是一段时间啊 这个字就比较难 orientation 它本来是有人会迷路啊 东南西北搞不清楚啊 答案orientation 就太搞清楚方向的意思啊 那后来又演变成 适应环境啊 因为你要搞清楚东南西北嘛 不然你要往北走 你不知道在哪里的 可能要找紫南针 你晚上看镜像啊 或者怎么样啊 你就辨别方位 就辨别方位的意思啊 后来变成 适应环境 所以 新菜鸟的人工 都经历过一段适应期啊 或者是在什么之前啊 在他们 可以啊 可以一起啊 去了解他们工作 因为刚进来什么都不懂嘛 要做什么也搞不清楚嘛 要求怎么样搞不清楚嘛 要是要经过适应期啊 老鸟带一带啊 或自己摸索 然后在他们了解 他们正在要做什么事情之前啊 必须要经历一个 適应期或者症痛期 before一般是 解析词后面跟名词或名词片 可是它也可以当 连接词 重途连接词 为什么呢 因为解析词后面没有动词嘛 可是连接词后面可以有动词 这边有动词嘛 动词哪一个 不是can can是助动词 b是b动词 不是助动词 而动词是expected 因为can本来就是助动词嘛 b动词如果后面没有动词 就是b动词 就是动词 如果后面有动词 就退位 变成助动词 可以两个助动词连在一起 就是被预期 可以了解他们的工作 那can当然是助动词 可是也可以当名词 就是一罐一罐一罐 一罐啤酒啊 甚至可以啊 当成动词 动词啊 制作罐头 New employees may go through a period of orientation before they can be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eir job 所以to understand 就不是动词 这叫准动词 因为前面有to 它就不算动词 就准啊 可它还是动词 准动词 就一半的动词的意思 recent advances in orthodontics 这个不好语 这个不好语 orthodontics how many children do have straight teeth 这个也不太好的而且 就最近的一些发展 那也就往前进 往前进 往前进后来也变成发展 因为往前进就发展了 就是进步嘛 最近的一些进步啊 在什么呢 这个 odontics 不好语 所以就是齿裂 齿裂矫正 什么叫齿裂矫正 这有些人嘛 牙齿不整齐嘛 不好看嘛 所以很多人戴牙枯嘛 牙套 因为以后这个 我们叫门面嘛 出去老吃 所以有时候牙齿就缺齿 有一颗没有 蛀牙什么不好看 有齿裂不整齐啊 有时候这个凸出来 那个凸出来 也不好看嘛 就影响人际关系嘛 在齿裂矫正的时候 它可以带牙裤牙套 这都进步了 这个科技都进步了 可以帮助许多小孩子 就是让他们牙齿 变成State State是直接的 直接的牙齿 听不懂啊 就整齐的嘛 而State是直接的 也可以是 直接的 它西医呼噜啊 又变成 很整齐的啊 就直接怎么会变成正齐 就直接嘛 过去 一排过去很直接嘛 没有歪心扭发嘛 大概这个意思转过来啊 因为牙齿嘛 一排牙齿 一定是不止一颗 叫Tee 就不能Tee 在蛀牙 常常Tee 因为你蛀牙 不会全部蛀嘛 你可能蛀一颗嘛 当初两颗叫Tee 小孩子们嘛 如果一个单处是Tee 那HELP是动词 后面还可以加动词 所以一般是一个具体的动词 但是 刚刚除非连接词连接嘛 当然HELP叫十一动词啊 十一动词 跟感官动词后面 还可以加连行动词 这算是例外 因为现在齿裂矫正啊 这方面啊 技术有进步啊 可以保证 也就是牙裤牙套嘛 但锁起来很不方便 不是每天拿下来 要待一段时间嘛 可以让牙齿变整齐 这State Tee 很整齐的牙齿啊 这外国人的口部结构啊 嘴巴牙齿结构跟东方很不一样 东方常是牙齿一颗一颗的 那外国人很奇怪 常常一排一排的啊 当然西方人非常注意啊 西方人非常注意啊 西方人非常注意外型 注意什么 牙齿 小时候如果牙齿不能去 带牙裤牙套 一定要整齐 如果有缺食 一定要把它补起来 然后甚至呢 还要带那个牙片啊 就是看起来很亮 这牙齿他们注重 还有这头发 头发要舒服 第三个要重视啊 就是体系 男的要去练出肌肉 要健身 你的要浓尖合肚 还有第四个就是衣服啊 不能随便乱穿 所以 尤其是美国人啊 第一个注重牙齿 第二个注重发型 第三个注重体格 第四个就是衣服啊 当然啦 他们也常常喜欢化妆啊 Our company says It has to reduce the cost In other words Some of us are going to lose our jobs 这个分号就相当于 重属连接词 就可以接两个主句 打破一个句子 只能有一个动词的限制 就我们的公司说 当然这样子好像怪怪的 公司不是人嘛 但是你习惯用嘛 这是公司的主管嘛 但是公司说 但这种用法当时不对的 大家习惯 我们的公司说 必须 因为它省掉贴前一记 你看 sales是动词嘛 has to是 出动词就给must 但后面有个动词 dute 就减少成本了 两个动词 因为它省略掉 重属连接词解缺一记 所以像这种重属连接词 可以省略掉 不然解缺一记太多了嘛 怪怪代名词 也可以省略掉 但是呢 就是没有斗点的时候 前面如果是名词 没有斗点的时候 可以省略掉 有斗点 不能省略掉 就这样子 就是涉及到比较深奥一点 叫限定试用法 跟非限定试用法 因为简单讲就是 如果是当怪怪代名词 代表前面那个名词的时候 它是限定试用法 如果有一个斗点 它是讲前面那些东西 是非限定的法 这个很复杂 一般人听不懂 有没有公司说 公司的主管说 公司的主管说 这公司必须要减少成本 In other words 就是换句话说 因为后面有动词 Going to lose 有动词 Going 然后to lose 就不是动词 就是动词 在其他的话来讲 就换句话说 我们有些人 商导的 就我们之中有些人 就有些人 会失去工作 因为减准成本 减准开销 就是 就是 开除 或者解副 容颜 能够一人做的 它就表演两个人 人是精简 那些公司说 它必须要减少 账 Onto in other words some of us are going to lose our drugs 因为很多人 会失去老子家 S If we got illy verification, we will have good weapons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cost us a lot of money 這個Bud也是連接詞 但它是對等連接詞 所以這個一般人分不清楚 對等連接詞跟從組連接詞 反正就是從組連接詞只能接紙句 從組連接詞也可以接紙句 也可以接紙句也可以接單紙 就比較包山包海 但是連接詞的字比較少 從組連接詞是很多 而且更麻煩的 這連接詞不管哪一種 它有單紙 但是還有更麻煩的還有詞 它也是連接像Need Noir,Need Noir 如果我們到義大利 頭腦都可以請去度假 或者代表目的去度假 天氣很好,有些交易報到義大利 未來一兩週天氣都很好 Bud就完了 它叫密接連接詞 因爲你叫瞬接連接詞 所以Bud就前面好後面不好 前面不好後面好 比如說人家說你好幫啊 也太好了 但是加一個Bud就完了 但是你工作人力很差 不會說你工作人力很差 但Bud有好消息 但你人員很好 大家會喜歡你 所以前面是說這東西去意大利 聽見好Bud完了後面一定有不好的東西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來說 我們花錢花的比較多 Cost可以當名字成本 挖費 也可以當動詞 花錢 就花一大筆錢 比如說你到香港啊 日本啊 比較近 可是天氣不好 一大天氣好 可是越遠 歐洲五次花的錢比較多 有一好沒兩好 If you go to Italy the vacation where I have a good weather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cost us a lot of money 這樣子啊 所以這裡面都有很多的細節在裡面啊 所以英文啊 第一個就是說 每一個單字啊 尤其母音 發音性要短一點 那單字發音短了以後 第二個就是要斷體啊 該斷體要短 不要說一口紀念一下 它太累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 除了發音以外 就是很多字啊 都有它的來源 使用方式 一次多異啊 一次多詞性啊 就很複雜 可是就是慢慢進步嘛 一回生二回收 所以英文最好是 你徹底了解它的意思 那種起碼都了解 那不要只是要大概了解 籠統的了解啊 這樣子就比較差一點了 這次講這個